大家好 我叫佳欣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戴着的隐色美隐形牙套的好处 过程和疑问跟大家分享一下 隐色美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同传统饰感 会看到钢线笑起来会看到彭钢 隐形牙套其实是一个隐形牙套套上去 笑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明显 会漂亮很多 我讲一下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 会跟我分析需不需要磨牙 磨牙 甚至是哪些位要重点去弄 答应了肯定了要冷却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帮我印牙毛 印完之后他就会把牙毛送回美国 隐色美的总公司那里去弄这些牙套 拿回来给我戴 是咕牙前 医生也会弄一个 总公司那边会弄一个视频 给医生 医生再跟我分析 这些牙套每两个星期要戴一次 两个星期逐渐逐渐的牙会弄整齐 他的图像其实就是模拟这件事 给客人看 令客人放心 知道自己每一个牙套的变化会去到哪里 副完疗情的变化会去到哪里 其实过程当中 人们问我会不会很痛 其实是一定会的 我其实每一次每两个星期 换一个新的牙套 这些牙套 头一日至第二日 都是很不舒服的 会有些冤的那些特别骚的位置 我不用剝牙的 我就是这样磨牙就可以了 每一边我记得当时 每一边磨三分一只牙套 但是这些牙套 大概两个牙套 其实那个孔已经 两只牙迫了 而且前面的牙齿齐了很多 有很多朋友去问我 会不会牙套很难脱 很难戴很辛苦 其实初时是有的 但之后我很快就熟了技巧 其实剝就很容易剝 也有朋友问我 传统色和隐形牙套的分别 会不会隐形牙套 其实没有那么好呢 传统色就会好一点呢 因为我妹妹是传统色的 而我就是传统隐形牙套 我们两个效果出来 膀牙都很整齐很满意 但也有医生跟我说 也有人传统隐形牙套 然后后来尾尾 就需要拿传统色的干线 来执手尾 叫做敷牙的途中 其实我们更加要注意口肝的清洁 隐形牙套的时候 就更加注意 医生当中我每一晚都要用牙扇 也有朋友问 牙套会不会打得久 因为要戴两星期 那牙套会不会很骚 那牙套怎么洗 可以拿个杯子然后装一些水 那呢 就买这些在药房买 这些保励症结牙片 那一粒这样扔下去的水 我已经看到牙牙是很干净的 其实也 这些是非常方便的方法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第一个牙菇 和最后一个牙菇的分别 就齐了很多的最后那个 详细可以去我Blog那里看 还有下面那里我都会放连续 方便大家按进去看